大家好 今天这期节目是放在周六给大家播放 就是因为这个稀土泳词 咱们的粉丝就是这个超级会员的粉丝 上次我给大家讲了 就是这个横电东词 我本来给大家放股票池来的 就是因为当时这个文件一做完以后 当天它涨停了 我就没给大家发酒 因此说再给大家顺着这个汽车板块 就汽车整个板块里面 它这个溶洞的一个板块内的溶洞 你比如说汽车 整车零部件 就是这个永磁 稀土永磁 因为电机里面有用到很多稀土永磁 当然现在因为稀土价格高 稀土永磁价格也高 这是肯定的 很多新能源汽车 包括这个疫情的影响 国外的一个供给量 也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 因此说现在它的价格都比较高 因此说这个行业 肯定是就跟咱们的铝矿一样 价格一天一个样 清亚花铝的价格 基本上是静气是天天涨 因此说它价格也高 随着有色金属 稀土的价格涨 稀土永磁价格也在涨 因此说我今天顺着这个思路 就是整车里面 汽车这个行业里面 再说一下稀土永磁板块 完了周日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汽车黑匣子啊 我净可能是让这个节目 有保持一个完整性的 就是因为毕竟 咱们要做就善始善终吧 我是这么思考的啊 那么今天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稀土永磁这个呢 就是行业这块 我就不用给大家说那么多了 它的需求量 它的价格肯定未来前景也比较大 那么我个人理解 就是这个行情 我们看一下 其实稀土永磁 今年涨的也不少 它从这个80上来以后 现在也翻了一倍了啊 但是它跟相对来说 稀土比起来 有色金属比起来 它还要少一些呢 就是说是一个初期阶段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 它现在已经的进入 也进入这个板块 肯定是已经进入三浪了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这个就是走了一个一浪 这儿走了一个小二浪 这已经进入三浪了啊 因为板块 我们不能用这个个股 这个翻倍的是一浪 什么二浪 什么三倍 这个四倍的 不能这么说 因为指数 它毕竟要比那个个股 要稍微低一些 就整体看这个形状 这个已经进入三浪了 那么它未来呢 这个 我认为前列还很大啊 郝东说老师呢 你们给我讲晚了 都是因为我们可以 逢低 你还可以关注 因为它不可能一直涨啊 大家就是 我把这个汽车的这个 整个泳词这个 这个板块给大家说了啊 那么泳词板块里面呢 就是个股没那么多啊 由领导的企业的个股呢 就是我们 嗯 一个给大家说一下吧 利用这点时间 嗯 首先是按照这个 我列的这个顺序 一个正海磁材 它是我国这个 乳铁棚 用磁体的这个龙头啊 乳铁棚 用磁体的龙头啊 它今年上半年利润也不错 嗯 主要是用于这个节能啊 智能化还有性能源 这块的高端领域啊 这个正海磁材 嗯 我们简单的看下它的一个技术图形啊 咱们先过一遍啊 等未来 呃 如果 周日做直播的时候 再给大家去讲一些 那你像正海磁材呢 他现在 嗯 基本上就是 看这个技术图形 他也已经 不不从哪个看 从这个低点 还这么弄离太远了 我们就没必要去看那么远了 我们就看近一点的 就他 这一步啊 起来以后 一般是 呃 要7块钱的话 14块钱 这个基本上就是 呃 原点起来的话 这是二浪 他现在已经进入三浪啊 开始三浪的 已经启动了啊 三浪已经启动了 这是正海磁材的一个状况 那么我们再看下一只 下一只是这个 精力泳瓷啊 精力泳瓷的话 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 他是我国这个高端 磁材龙头的工艺商啊 嗯 业绩什么也都不错啊 也我就不给大家讲那么多了 我们简单看一下它的图形啊 精力泳瓷 精力泳瓷的话 他就是嗯比较走成这个机构爆炸股了啊 已经走出远远的走出这个进入三浪了啊 他已经走成这个机构爆炸股了啊 这个精力泳瓷大家都清楚啊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宁波荣生啊 他也是我国这个吸毒材料的一个主要制造商啊 他是这个如铁棚的第二大生产商 他有很多专利啊 我们看一下大家肯定不是太熟 我们看一下这个宁波荣生 那么他的涨幅呢 就是也是啊 就从这个六块钱起来以后 这是一浪 这是二浪 他现在也进入了什么呀 三浪啊 三浪启动的一个初期啊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从我们的呃 这个大胆阻力线 我们也能看出来是这个样子啊 呃 我们再再看一下这个宗科三环啊 宗科三环的话 呃 是我国第二大啊 呃 这个我国最大的如铁棚泳瓷材料的供应商啊 他这个呃 整体的时候 他的业务在国内做的非常大 他的产量啊 他的产能是 我我国应该是最大的啊 就是这个宗科三环 我们看一下这个宗科三环 大家看宗科三环呢 也是 基本上就是 用我们这个波浪理论 就是9块钱启动 我们可以再往前一点啊 再往前一点就是 8块多启动啊 8块多启动 他在一浪的过程中 但是我们稍微把价格 往地降一下的话 有可能他这波起来以后 8块钱的话 他这个14到这儿 可能一浪走完 这儿已经有可能走三浪啊 我分析有可能就是这个 有可能这个地方就走三浪 这个二浪就这么短就结束了啊 是这样的啊 因为说走三浪的过程中 我们逢低介入就行啊 逢低介入就可以 包钢的话 我就不用给大家讲了 包钢给大家讲了好多次了啊 就是大家可以翻那个视频去 那么还有两只 一个就是安泰科技啊 一个是安泰科技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这个安泰科技也是 公司的这个 也是这个领军企业啊 西土 西土也是他的一个核心产品啊 他每年产量也是很大的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安泰科技 安泰科技 那么这个安泰科技呢 大家看就说嗯 安泰科技 我简单给大家画一下 安泰科技就是呃 基本上就是因为咱们 我不要每日都给大家讲啊 就给大家画一下 这个是六块钱吧 啊 他拉来这是一浪啊 这拉到一倍 差不多就十二块钱 这个地方一浪结束了啊 一浪结束了 那么这个地方做了一个短暂的回调啊 这是二浪啊 短暂的一个二浪回调 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现在他也放量了啊 这个地方也放量了 呃 完了这个也翻越这个物群成本均线了 价格也翻越物群成本均线了 我个人认为这个有可能是一个三浪启动的一个地方啊 三浪启动的一个地方 因为现在安泰科技呢 他毕竟盘子有点大 盘子有点大呢 意思说他这个走起来就慢 但是他很稳定啊 很稳定 走起来慢很稳定 他会啃规矩 因为这种一般小装做不了 都是些大装啊 他会按照这个 如果按照的话 我们按六块钱算的话 二浪是二 六一十二 三浪的话 三六一十八 就不用走到十八 他从现在这个价位走到十五 仍然还有40%的一个一个价位啊 只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其实我给大家做的那个会员的股票池的时候 嗯 给大家做这个 那天做的时候 横点东瓷做的时候 他就涨停了 你知道吗 横点东瓷 他是一家这个民营企啊 大家都知道横点啊 拍电影那个地方 实际上最最大的永磁体啊 永磁铁氧 体生产企业啊 最大的软磁体啊 他是最大的软磁体啊 铁氧体的这个生产企业啊 他被誉为中国磁都啊 这个公司就在这 那么我给大家做的时候啊 就是做这个横点东瓷的时候 呃 因为我也是根据这个汽车板块 这个龙化这个迹象啊 给大家做的 就是做的时候正好是在这一天 做完以后 他这一天 呃 涨停了啊 在这一天大概是11月17号啊 涨停了 我就没给大家发 他还他他又回调了 回调我犹豫了一下 发还是不发 我怕你们就追高了 因此就没给大家去放到股票池里面 因为我个人认为这个 他呢 现在也已经进入这个进入三浪了啊 进入就是我们从这个呃 长时间的看 他也已经进入三浪了啊 不管怎么看 他已经进入三浪的这个过程了啊 就是长期的这个三浪 如果是我们要看的呃 时间长一点 大家看往前的时间长一点 他用6块钱起来的话 大家看这就是什么呀 正好这二浪 这就全是三浪啊 他这一直就二浪就这么短 啊 这里都已经进入三浪了 您说一直在三浪的过程中 那么我们找着低点 往里进就行 因为他这个三浪走的比较平 你知道吗 就是走的比较慢啊 你像很多那个机构爆炭股 都是这样的 他走的慢 但是呢 他的收益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您说我建议大家呢 这些票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因为这个磁铁呃 里面有影响力的就这么几家啊 我建议大家去关注一下 我看看就是呃 会给大家把这个文字板 看看能不能发到那个文字号上 文字号就是也是这四个字 大家可以去搜去 呃 就是你现在很多人到商场 你就关注人家给你奖品的这个号 因为这个号上 我会给大家 我直播的入口啊 就是大家去看直播的时候 你就记住这个就行了 就大家记住这个号啊 扫这个号就OK了 今天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收看 就是我们下转发了这个号码 谢谢观看